本课程配套图书 请上天猫 瑞达城泰旗舰店选购 通关旧选实战派 尽在瑞达教育 我们来到323页来看第七 劳务派遣制度 什么劳务派遣 定义不管它 大家来看这么一个结构 在323页下面这个图形 我们这个面板上也同时画出来 在劳务派遣当中 它有三方主体 一个叫用工单位 一个叫用人单位 也说派遣公司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劳动者 这就是派遣制度当中的三方主体 我就拿小区保安来说 这经常使用派遣工的一种场景 比如我们楼下保安叫小李 我问小李啊 你是不是和这个我们物业公司签的合同 他说不是 这个物业公司啊 好是接收用工的用工单位 真正和我签合同的是北京某劳务派遣公司 它是我的用人单位 但是和我签劳动合同的派遣公司啊 他雇我但不用我 他把我派到你们这个物业公司来干活 那时候我就理解了 这个物业公司就是用你 但不雇你了 他说是这样子的 所以大家看 用人单位派遣公司 雇人不用人 而把劳动者派出到别的地方去 而用工单位接受派遣的 他用人但不雇人 并不和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 我用问保安 我说那你在我们这个物业公司工作 那么你是接受用人单位的管理呢 还是接受这个物业公司用工单位的管理呢 他说我接受物业公司的管理制度 在这里按要求准时上班准时下班 每天在小区里要进行巡视等等 履行这个单位要求的工作职责 所以你会发现 哦这个派遣公 他就在用工单位工作 当然接受用工单位的日常管理呢 我又问那工资是给你发呢 他说我也不知道 但是每个月钱就自动打到我的工资卡上了 回头一查账发现 哦这个工资是用人单位发给他的 大概工作路径就是用工单位每个月 把包括这个保安在内的工资和其他保安在内的工资 管理费都打给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把自己应得的管理费扣下之后啊 然后把报酬再打给被派遣的劳动者 大家可以看清楚 哦这么说的派遣制了 那你问这个物业公司 他为什么不自己直接去雇用保安呢 干嘛让用人单位派 后来我和物业公司经理聊聊 他说因为这样方便啊 第一点的话 我这边这个保安流动性可能比较大 我自己连人力资源部门都没有 你让我去招聘 还要支出招聘成本的 而在用人单位这里 他这边招聘很简单 我需要多少人 需要什么标准 他按要求过派就可以了 管理费也不是很高啊 所以他就节约了用工单位的一个招聘成本 然后另外用工也更具灵活性了 后就问 那你作为用工单位 作为物业公司是否给他们上社保 他说社保不用我们负责 社保由用人单位来负责 所以你会发现 哦对于用工单位而言 那么派遣制是种更灵活 更方便的一种用工制度 除了在小区保安 那么还有什么行 我们经常建派遣工的 在过去你去这个银行 银行这个大堂里的柜员 就有是派遣制过来的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么一句话 理解派遣制的地位 就是标号一绿色字体 劳务派遣用工是补充形式 某国家基本的劳动用工形式是 劳动合同用工 也就是说主流劳动合同用工 补充才是劳派遣 说一个用工单位 使用派遣工的人数 不得超过总人数的10% 要把派遣工控制的一定比例以内 好 再来看 劳派遣中的法律关系 我们说法律关系 有这么几重 第一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 就是劳动合同关系 好 而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之间 就是典型的一个劳务派遣合同了 他俩典型的一个单位和单位的合同 而用工单位和劳动者 我们说的用人不雇人 这么一个状态 好 我们先看323页最下面 派遣公司称为用人单位 所以各位 这里给我区分两个很精进的词 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不一样 在派遣中 派遣公司是用人单位定义劳动合同的 用工单位只接受派遣而不定义劳动合同 就我们说的用人不雇人 好 翻过来 我们看324页 来看标号3 我们本节的重点了 劳派遣用工 只能用在符合三性的工作岗位上 大家看哪三性 第一个叫离时性 是指该岗位的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是短暂存在的 最典型的比如说 我们瑞达在北京上海等6个城市 有我们的直属分校 每年都会有面授班开班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面授班开班期间 比如想找一个阿姨过来给大家做午饭 让她吃的更可口一些 那么一般我们的面授班除了超长的 那一般都不会超过半年这么一个阶段的 那比如说我们面授班只存续5个月 我们找个阿姨来过来给大家做饭 那这个岗位我们就可以使用一个派遣工 因为它存时间不超过6个月 第二个辅助性 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 各位再比如说我们瑞达这边啊 在总部需要找一个人过来打扫卫生 找个保洁 这个保洁岗位啊 我们说对瑞达公司就不是一个主营业务岗位 瑞达公司做教育培训的 像我们的管班老师啊 像我们的教辅老师啊 像我们的研发人员啊 这是我们的主营业务岗位 而打扫卫生就不是 我们就可以找一个派遣工过来 第三替代性 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 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 无法工作的一定期间内 以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比如在这里 过去那个人可能回家生宝宝了 去读研究生了等等 我们招个人过来替代他 等原来那个人回来 这个人再走就可以了 也可以使用派遣工 大家注意 这三性非常好记 临时性 辅助性 替代性 大家你要注意了 这个三性并不要求同时存在 只要满足其中任何一性 就可以用派遣工了 没错 大家注意 只要满足任何一个 就可以用派遣工 好 各位 你听这么一道真题啊 他说 某个单位打算招一个派遣工 过来干什么呢 过来当公司的车间主任 约招了赵某 因为赵某就以派遣工的形式 来到A公司当车间主任 什么是来的呢 2019年1月来的 一直待到2021年的年末 2021年的12月份 然后他就问你啊 这个行为是否合法呢 各位我们来讨论了 赵某派遣工的形式来到该公司当车间主任 那么要使用派遣工 要符合三性岗位 首先大家看 这个岗位符合临时性吗 不符合 2019年1月来的 待到20年的12月 已经超过6个月了 不符合临时性 第二符合辅助性吗 也不符合 当车间主任 这有管理智能的核心岗位 甚至是某些公司的中层了 怎么能是辅助性的 这就是主营业务岗位了 另外 那道题当中 它是否是属于替代性的 比如过去是否有个车间主任 回家生宝宝了 或者去学习了 然后去替代的 没说 所以在那道题当中 我们认为 他在车间主任上 长期使用赵某 好 以派遣工身份来工作 是不合法的 没错 就我们讲这个岗位 能否使用派遣工的一个判断标准了 好 各位 三性再说一遍 一 临时性 二 辅助性 三 替代性 要求至少有疑性才能用 如果三性都没有 就不能用派遣工 好 往下来看 括号二 劳务派遣单位 就我们说的 用人单位 注册资本最低不少于200万 这个不考 简单知道 后面条件也都不考的 往下来看 括号二 说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定立劳动合同 另外说了 它是用人单位 是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 而签的应该是两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所以大家看 哦 算是派遣制 派遣制的灵活体现在用工单位一端 但在用人单位这端 并没有太强的灵活性可言 有最少签两年 另外派遣单位不得以非全职用工的形式招聘被派遣的劳动者 非全职用工 我们一会儿会讲 就我们说的打零工 小时工 所以记住 用人单位要给劳动者一定的稳定性 往下 用人单位啊 不得设立劳派遣单位 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用人单位也不得出资 或者合伙设立派遣单位 向本单位或者所属单位派遣劳动者 反正来讲 就是不能自设自派 大家看这里 比如说A公司 他有个想法 我想使用20名派遣工来过来从事某些工作 那么按照道理 他去市场找个派遣公司 给派遣公司付管理费或者付服务费 也就派遣公司按标准给派就行了 但A公司又特别抠 舍不得花这笔钱 A公司考虑啊 我自己的人力资源部门 兵强马壮 于是乎 A公司就让自己的人力资源部门 单独挂了个牌子 某某劳劳派遣公司 自己成立劳劳派遣公司 让自己设立了劳劳派遣公司 向自己派遣 这把管理费都省下了 不可以的 因为这么做就等于A公司本身应该是用人单位 通过自己设立派遣公司 向自己派遣的办法 规避了作为用人单位的责任 而让自己变成一个用工单位了 这是不对的 有句话 不能自设自派 好 往下来看 社保问题 我们简单看一下 第一个 按照用工单位所在的标准 缴纳社会保险费 各位你看这么一个小的案例 说 这里是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在哪里呢 在甘肃省 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公司 在甘肃省大量招聘劳动者 比如招聘了50名劳动者 OK 然后这个用人单位啊 好 派遣公司 他把这50人派到哪 派到北京的A公司 来工作 我们说用人单位应该上社保 没毛病 那问题来了 这个甘肃的用人单位 是应该按照甘肃当地的社保标准 来上社保 还是按照用工单位 北京的标准呢 当然是按照用工单位 北京的标准来上社保 通常跨地区派遣劳动者 一般是从欠发达地区来招聘 然后派遣到发达地区去工作的 这是一般的模式 那么为了有利于劳动者 我们说应该按照较高标准 及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 来缴纳社保 好 往下来看 括号 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他说被派遣劳动者 在用工单位 好 遭受工伤事故单 派遣单位应当依法申请工伤认定 用工单位应当协助 好 工伤认定的调查 合时工作 所以你记住 用人单位来交社保 那当然由他承担工伤保险待遇 OK 往下来看 括号三 用工单位 就是接受派遣的单位 第一点 他和劳动者之间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 但劳动者要接受他的日常管理 第二点 用工单位不得将连续用工期限分割定理数个短期的劳务派遣协议 各位你看这里 我们说这是用工单位 用工单位啊 他本来要用一个派遣工 比如说要用两年 那么用工单位就应该和用人单位就直接签一个两年的合同 禁止用工单位把这两年合同拆成一加一 不得一短拆长 第三 用工单位不得将劳动者再派遣到其他单位 各位就是说这个用单位 比如说我们小区的物业公司 他从用人单位派遣公司接受小李过来当保安 我觉得我们这个物业公司能否把小李再派到别的地方去当保安呢 不可以 禁止再派遣 限定来了 用工单位禁止再派遣 请问用人单位派遣公司能否把小李招回去再派遣到别的单位 是可以的 结论就是用工单位不得再派遣 因为它不是劳动合同的主体 但用人单位却可以再派遣 好 这关于用工单位三点都很简单 看一下报酬 这里简单一过 没有太多的可考性 第一点 派遣单位不得 苛扣 报酬 被派遣劳动者 在没有工作期间 派遣单位也应当按照所在地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 按月支付 报酬 所以大家看 这个法条其实就规定了关于派遣公司的一个风险 比如这家派遣公司用人单位 他已经招聘了50个劳动者 这50个劳动者已经和他签了劳动合同 但是用人单位尚未找到用工单位来接收 还没找到下家 那此时用人单位在没把这50人派出的期间内 也要承担这50人的报酬 但按照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就可以了 那么读完这个法条 各位就可能感受到在实践当中派遣公司是怎么运作的 一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派遣公司一般是先找到下家用工单位 获得用工需求 然后再去寻找目标劳动者 或者手边储存了一批候选人 但是先不定理劳动合同 这样以降低自己的成本 好往下来看 然后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不得向被派遣劳动者收取费用 比如什么保险费啊 制装费啊 什么体检费等等都不能收的 好 另外同工同酬 第四 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 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报酬标准来执行 所以大家看用工地的标准 这我们第二次提到了 第一个上社保 社保标准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来缴纳 第二个 关于报酬标准 也按照用工地的标准 因为这样最接近市场 另外一般是从欠发大地区 想发大地区派遣 通常对劳动者更有利一些 好 法律责任 第一点 派遣单位或者用工单位 违反劳务派遣制度 承担行政责任 用工单位给劳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那么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好 各位这个考点要画下来了 第一 民法当中这里是考点 民宿当中这里也是考点 那么落实到我们劳动法当中也是重的考点 各位因为这里涉及有两个单位 为了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 所以派遣公司用人单位和接受派遣的公司用工单位 两者连带 那么在诉讼当中 在仲裁当中 那么他就是共同的当事人了 好 来看第二个责任 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 因为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你告诉这里执行工作任务是执行的谁的工作任务 当然是用工单位的工作任务 那么由接受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迁击责任 理所当然 派遣单位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责任 所以大家注意这里派遣单位没过错就没责任 有过错才有相应的责任 好 这是我们讲的劳务派遣制度 各位劳务派遣制度 首先你必须理解三方当事人及劳动者 好 派遣公司用人单位和用工单位三者之间 他们组成了一个这么一个三角形的关系 大家往下理理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第八 非权制用工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定义 它指以小时记筹为主 在同一用人单位 每天工作时长不超过四小时 每周工作时长累计不超过24小时的这么一种用工形式 它一种短期用工 是灵活用工的灵活就业的一种典型的方式 所以我们日常就把这种非权制用工称为叫小时工 或者打零工 就这么意思 好 我们从以下这个表格对比当中来把握 好 非权制用工的几个考点 那么非权制用工的对立面就是一般的用工形式了 来看第一个不同 关于劳动合同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前面讲 劳动合同具有钥匙性 必须是书面的 指的是一般的用工形式 一般用工形式是不存在口头合同一说的 如果应当定义书面劳动合同不定义 还有什么双倍工资啊 还有什么世卫定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这种责任 然而在非权制用工当中 不存在必须是书面内说可以口头的 那你看多灵活 所以第一点 合同可以口头 第二点 是否可以建立多个劳动关系 我们前面提到过 像一般的劳动形式当中 一个劳动者原则上只和一个单位定立书面的劳动合同 如果说你一心二意了 心愿一满了 一个劳动者和两个以上的单位定立了书面劳动合同 我们说原单位是有可能对劳动者解聘的 比如说他定了第二份劳动合同 严重影响过去单位的工作任务 那么过去单位可以任意解除劳动合同 比如原单位要求他改正 拒不改正的也可以任意解除 所以原则上一般用无穷是 劳动者只能一心一意 然而小时工大零工 就可以定你多个劳动关系了 比如说你上午在奶茶店工作三个小时 好下午再去家政公司工作两个小时 甚至晚上再去某家教公司工作一个小时 都是可以的 他们并不互斥 好第三 由试用期不同 我们前面提到过劳动合同的条款 这种可备条款当中有种叫 试用期条款 如果是一般用行事 根据劳动合同期限不同 可以定你长短不一的试用期条款 然而在这个打零工过程中 就没有试用期 你想总共我就在你工作四小时 你要先试用两小时 人家正是两小时 这不就是剥削我压迫我吗 好没有试用期 第四 劳动合同的解除与终止是不同的 在打零工当中 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 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 终止用工 结束这个劳动关系 所以你看 这个小时至小时工当中 它是很不稳定的 双方都可以随时结束 而一般用工当中 我们需要劳动合同解除 都必须满足一般的条件 一般劳动者不想干了 需要提前三十天 书面通知单位 那么单位更是不能无理由 随便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关系了 好第五 是否有经济补偿 金是不同的 在非全职用工当中 那说分手很简单 就不来了 不见面了就行了 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没有什么经济补偿 也没有赔偿 没有谁对不起谁 而一般用工 他其实有个保障劳动者 稳定就业的含义在里面 所以在某些情况下 解除劳动合同 是有经济补偿金的 好 另外报酬结算方式不同的 在打零工 非全职用工当中 非月薪 那么一般结算周期 最长不到超过15天 而我们说的一般用工当中 一般是月节的月薪制 好 这我们讲的非全职用工 简称小时工 或者打零工 这个表格左边 这些绿色字体 需要大家有所印象 那么我们说 非全职用工 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考点 了解就可以 第九 工会 我们不管它了 有时间看 没时间就跳过它 我们翻过来 看第三节 劳动争议 好 劳动争议我们讲 也是这里的重要考点了 一般劳动法的题目 往往就会先考一个 某单位他用人不合法 然后来引发了争议 这个劳动者维权 一般会涉及三个角度的命题 第一点 这个用工制度 或者用工方式 是否合法的问题 第二点 如果不合法 那劳动者会获得怎样的救济呢 是经济补偿金 还是赔偿金 还是要求继续旅行呢 第三点 在这个劳动争议解决当中 是一道管辖 是一道仲裁时效的问题 这有点一道 内容很丰富的 劳动法题目的三方面考点了 合法性的判断 救济的结果 和争议的考察 首先 第一 劳动争议的认定 大家先简单看一下 什么是劳动争议 是指劳动关系当神 一方是劳动者 一方是单位 一执行劳动法律法规 或者履行劳动合同 集体合同发生的纠纷 所以大家注意 判断一个争议 是否是劳动争议 两个关注点 第一 看主体 劳动争议 必须发生的劳动者 和单位之间 如果主体不适合 就不可能是劳动争议 第二点 看内容 它一定是执行 劳动法律法规 或者劳动合同履行 集体合同履行当中 发生的纠纷 先看主体 再看内容 两个都合适 才是劳动争议 大家看一下 下面画了两个大表格 第二表格 哪些是劳动争议 第二表格 哪些不是劳动争议 各位 哪些是劳动争议 我们不看了 大家会自己展开 你看第二个 哪些不是 第一个 劳动者请求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发放社会保险金的纠纷 为什么这个不是 很简单 主体就不适合 这个纠纷发生的劳动者 和社保经办机构之间 而不是发生在和用人单位之间 所以它就不可能是劳动争议 第二个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因住房制度改革产生的 公有住房转让纠纷 来判断 第一点 主体是否是格 是的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 第二点 内容是否是格 不是格 不是关于劳动合同的履行 而是劳动者和单位 关于公有住房转让纠纷 它本身是一个房屋转让纠纷 而不是一个劳动纠纷 第三 劳动者对劳动能力 建立委员会的商产等级建立结论 不服的产生的纠纷 主体不是格 第四 家庭个人与家政服务人员之间的纠纷 主体不是格 不是单位和个人 第三 个体工匠与房工学徒之间的 第六 农村承包经营户与受股人之间的 都是主体不是格 所以各位 这个判断方法 你学会了 看一个争议是否是劳动争议 先看主体 再看内容 两个都适合 才是劳动争议 才适用我们下面讲的 劳动争议的解决方式 好 327 我们看劳动争议解决的一般规定 首先大家心里要明确 解决劳动争议的途径 四个 第一 协商 第二 调解 第三 仲裁 第四 诉讼 合议考点在于仲裁 其他的都不重要 我们一带而过就可以了 首先看这个表格当中 四种方式简单浏览一下 协商 什么都不管它 不可能考的 调解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到后面仲裁的时候 也会讲调解 但你注意 这个调解和仲裁 内部的调解可不一样 大家首先看一下 找调解组织 有三类 第一个 是企业劳动争议 调解委员会 在大的企业内部设立的调解组织 第二个 设立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 第三 在乡镇 街道设立的 具有劳动争议 调解职能的组织 这是三类调解组织 找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调解 劳动争议 当事人可以书面申请 也可以口头申请 大家看到口头就知道 它并不是很重要的一种途径了 因为口头就不正式 简单 知道 往下看 调解协议书 由双方当事人签名 盖章 经调解员签名 并加盖条件组织 印章之后生效 简单知道 各位 旁边给我寄一个笔记 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没错 这就是这里需要大家 记录的一个内容了 就是调解组织的调解协议书 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如果一方不履行 反悔了 那么还是需要后面的 仲裁或诉讼 继续解决的 大家注意这里排版有个失误 框桥四这里 你把它直接划掉 框桥四这句话写错了 框桥四这句话 应该是放在仲裁当中的 而不是放在这里 所以各位 关于调解组织 一句话 调解协议书 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也并非是劳动争议 解决的必经途径 所以这个表格当中简单知道四种处理方式就可以了 来看第二 劳动正义中举证的举证责任的分配一个小重点 来看一般规定 原则上我们讲 谁主张 谁举证 但你注意第二句话 与正义事项有关的证据 如果属于单位掌握管理的 那么由佣人单位提供 佣人单位不提供的 应该承担不利的后果 各位你知道 在整个劳动用功过程当中 单位其实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的 比如你看 关于上班打卡 这个打卡考前记录 其实是单位来掌握的 比如很多工作的成果 一旦提交 也是单位保管的 那么根据谁主张谁举证 我说我这边都是全勤的 但打卡记录在单位保管的 那单位就应当提供 老师单位藏起来不提供 你不提供 那么就承担不利的后果 所以在很多劳动阵营当中 劳动者一般会像 比如调节组织 像仲裁委或下班说 要求单位提供某某某材料 以证明我什么 那单位不提供 承担不利后果 好 往下来看 明确应当由单位来承担的绝证责任 单位做出开除 出名 辞退 解除合同减少报酬 计算劳动者年限等决定 发生争议的单位应当承担 举证责证 好 代表人制度不管他了 重点的 327页最下面 仲裁 就我们说的 如果劳动争议只考一个点 那一定考劳动仲裁 不会考别的 首先我们明确 这些讲的劳动仲裁 和韩信老师讲的民善仲裁 不一样 我们先简单给大家一个概括性的认知 首先我们讲这里 他不收费 比如说韩信老师可能有点讲过 很多仲裁区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们是市场化收费的 那收费还不低 但我们这边劳动仲裁 它是财政拨款的 它并不向仲裁的双方来收费 也说大家可以免费去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仲裁 不收费 第二点我们讲它这里 不中局 其实我们说的 对劳动争议仲裁 结果不服的 那么通常双方都可以再向法院起诉 而韩信老师讲的 民善仲裁 说一财 中局 所以这边 不收费 不中局 没错 这是我们说的 劳动仲裁最典型的两个特征了 我们往下来看 劳动仲裁的当事人 他说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是仲裁的双方当事人 翻过来看 若是派遣单位 用工单位与劳动者发生争议的 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 作为共同的当事人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过 如果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那么他俩承担连带责任 所以他当然是共同当事人了 往来看 劳动争议仲裁的管辖 他说 劳动争议啊 由劳动合同旅行地 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 劳动正义仲裁委员会管辖 所以你看两个 一个是合同旅行地 也是用人单位所在地 但是你要注意了 如果双方当事人 分别找了旅行地 和用人单位所在地 那哪个有优先权呢 我们说 合同旅行地的 劳动正义仲裁委员会 进行管辖 各位你想 比如说 刘安琪老师 在某香港公司 北京分公司工作 香港公司北京分公司工作 那么北京这个地儿 就是劳动合同的旅行地 而单位所在地 其实香港或者外地的某个地方 那你觉得 我是对北京旅行地更熟悉 还是对单位所在地更熟悉 现在对旅行地更熟悉嘛 所以我们就认为 此时 合同旅行地的劳动正义仲裁委员会 有管辖权 这是管辖问题 看一个复杂问题 仲裁时效 我们讲 劳动正义申请仲裁的时效是一年 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即权力被侵害之日起计算 非常好记 一年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 但注意 有例外 有例外的例外 先看下面 例外圈一 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 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劳动关系终止的 也要自劳动关系终止之前 一年内提出 好 大家看 比如刘安琪老师到某单位工作 是2019年1月1号入职的 结果过了一个月 2月1号开始就不发工资了 拖欠报酬 按这一般的规定 仲裁失效是一年 如果适用这个仲裁失效一年的规定 那此时我就有点焦虑了 为什么 仲裁也不是 不仲裁也不是 如果现在我为了担心仲裁失效过去 招紧忙慌 赶紧去提仲裁 要求单位把拖欠的工资发给我 确实单位把工资发给你了 仲裁赢了 但是和单位撕破脸 怎么好继续往下工作呢 相反 如果我不立即马上或尽快仲裁 那一年仲裁失效过去 欠我工资不给了 咋办呢 我们立法这考虑到你个纠结了 说不用纠结 不用矛盾 等着吧 在这个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拖欠工资并不起算 一年的仲裁失效 等到什么时候 比如说 20年1月1号 不干了 劳动关系终止 从这一天才开始起算当时拖欠你工资的仲裁失效 一年 所以各位 劳动合同存续期间 拖欠工资报酬的不起算一年期的仲裁失效 但是问题又来了 各位你还记得 我们在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未签订的时候 有个2到12月双倍工资问题 对吧 那如果真的单位 因为它的原因 没和我及时定理书面劳动合同 有个双倍工资 正常的给了 但这个多出的一倍差额没给我 多出一倍的差额没给 它的仲裁失效怎么算呢 大家看 我们讲一上有个限段图 这些限段图 我也画在咱们的这个白板上 还是19年19年1月1号是用工之日 那么应该在一个月内 2月1号之前签的书面合同 一直没签 约持续 约持续到2019年的12月31号 我们之前讲过 在这一段2到12个月 应该有双倍的工资 单位没给我双倍 只给我了正常的 少了一倍 仲裁失效怎么算 首先我们说 这里应当是用正常的仲裁失效 而不属于存续间拖欠 工资报酬不起算的特殊情况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两倍 这个多出的一倍 不是劳动者本身因为劳动付出 而应得的 而是对单位的惩罚性 所以它就不属于拖欠正常的劳动 报酬 所以这里就应该在劳动者知道 或应当知道 少这一辈子工资的时候 开始起算一年的仲裁失效 另外这里有点复杂 就是分段来算 二月份应该有双倍工资对吧 那好 那这里这一个月的一倍的差额 就应该在这一点开始起算 它的一年是仲裁失效了 同样 三月份那个少给的一倍的工资 就应该在三月份来起算 这一年的仲裁失效 四月份没给 就应该在四月份起算 它的一年的仲裁失效 所以各位 你看它是 那就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 权利币损害之日 开启算一年的仲裁失效 逐月计算 好 各位我们来看 假设就知道题目 我们说 这个劳动者在什么时候 对这个没发的工作差额 提起的仲裁申请呢 在这里 二零年七月一号去提仲裁 那我问你 那请问这个应得双倍工资 它有没有过仲裁失效呢 我们说 今天仲裁失效是一年 从提起之日 往前倒推一年就可以了 那就倒推到 19年7月1号 那就意味着 这段是19年7月1号 这是一年的期间 各位 那就意味着 有部分过了 有部分没过 比如19年7月的 8月的 9月的 1到12月的 这些还在一年之内 但相反 好 2月的3月4月的 5月的6月的 是不是都过去 一年的仲裁失效了 所以各位 这个问题略显复杂 今天当中还真考过 咱们一起来理一理 关于劳动正义 仲裁失效 一般一年 自知道获得 应当知道权利 被损害之日起算 但是在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 拖签正常劳动报酬的 劳动关系 存续期间并不起算 到劳动关系终止 才起算 第三点 就我们说的 如果是双倍工资 没给那个多出来一倍 差额没给 它依然是正常的 而不是例外情况 是在当月起算的 那么最简单判断 在不在仲裁失效范围内 就是在仲裁申请日 往前倒退一年 看这个一年 和应当支付 双倍工资 有没有交集 有交集的部分 就这一段 还在仲裁失效内 没交集的部分 都过去仲裁失效了 好 另外这个仲裁失效 同样使用中止和中断 往下三八十八页 一些细节性的规定 受理这么简单 看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 劳动政策仲裁委员会 收到仲裁申请之前 五天内 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 应当受理通知申请人 五天内 我们来看 对不受理 或者逾期未决定的救济 如果仲裁机构不受理 或者五天未做出决定 申请人就可以向法院起诉了 我们说原则上是先仲裁 再找法院 但这边仲裁不管你呀 所以就可以去找法院 简单知道就可以了 好 往下来看 329页 仲裁裁决 重要考点来了 看绿色字体 仲裁庭在做出裁决前 应当先行调解 大家看 前面我们讲 劳动争议解决的一般规定当中 我们说 协商找调解组织调解 仲裁和诉讼 大家注意 在仲裁当中 也是先行调解的 但注意个细节 这边达成调解协议的 应当制作调解书 所以你看 这边的工作成果叫调解书 你还记得 前面调解组织调解的成果叫什么 叫调解协议书 这是不一样的 好 往下来看 我们说 调解书应当写明 仲裁请求和协商和协议的结果 由仲裁员签名 加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印章 送达双方当事人 你还记得 我们之前讲调解协议书 及调解组组织的调解成果 那边是需要双方来签字的 而这边调解书是没有双方签字的 只有仲裁委员会的印章和调解员的签名 好 重点来先买 调解书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 发生法律效力 各位你把发生法律效力画下来 这是我们讲的重大考点了 前面我们讲调解组织的调解 调解协议书 没有强制执行力 而这边仲裁委员会做的调解书 有法律效力 在这边如果有一方不履行 就可以拿到法院去强制执行了 是没有问题的 好 往下来看 括号四 劳动正义仲裁机构做出调解书 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一方反悔起诉的 法院不予受理 因为等于调解组织已经处理完毕了 好 下面先与执行不管它 来看第三 非中局性 第一 他说对仲裁裁决不符的 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至起 15日内向法院起诉 期满不起诉的才发生法律效力 这这个理念就可以了 和民伤势仲裁的重大区别 因为民伤势仲裁是异裁终局制 而这里是可起诉的 好 往下看 异裁终局的情形 对单位的单方终局 就是例外了 劳动正义仲裁一般不终局 但是下面会对单位片面的终局 对单位单方中局 大家看两个情形 第一 简称 劳动者追索小额报酬 他说如果劳动者追索 劳动报酬 工商医疗费经济补偿 或者赔偿金 不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12个月金额的争议 对单位就单方中局了 大家注意 两个意义 第一点 单位不能太抠吧 比如说劳动者和单位 有关于劳动报酬的争议 中裁委财了 财了给劳动者多少钱 两万块 而我们前面提到过 二年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 是一个月 两千二 总共财了两万 还不到最低工资 12个月的标准 单位说两万太多了 我要上法院起诉 你单位太抠了吧 你单位也太没有情怀 也太不吵尿了吧 你单位难道不是在滥用司法资源吗 对不起 此时对单位就中局了 单位不能再起诉 相反 第二种含义 劳动者如果认为两万才少了 我主呢五万 你才支持两万 劳动者是可以起诉的 这就是第一个 劳动者追索小额报酬 对单位片面中局 第二个 你执行国家的劳动标准 在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受保险的方面发生争议的 各位 关于工作时间 休息休假 劳动法规定非常明确 比如说 周六周日 我们讲这是公休日 比如说像端午节 像春节是国家的法定解压日 这些该休则休 另外该给加班工资什么两倍三倍 就应该正常给 像这种争议比较清晰 所以如果你单位对这种裁决 再去向法院起诉 也是在五里脚三分浪费司法资源了 所以各位 你看 低 劳动者追索小额报酬 第二个 在比较明晰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方面的争议 对单位片面中局了 那么效率就是我反复说的 劳动者不服是可以起诉的 但是单位不能再向法院起诉了 这里和民善仲裁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这边虽然对单位中局 单位不能再诉 但是如果单位认为它确有错误的 可以向当地的中院 施行撤销裁决 没错 比如它不能诉 但可以申请撤销 申请撤销的情形 我们这里不做考点要求 和民善仲裁和民善仲裁 基本是一致的 所以各位 记住 片面中局的两种情况 我们翻过来 来看到三百三十页 三百三十页 大家看不予执行的情况 我们这里也不管它 大家有时间自己看一下 好 来到三百三十页 我们看关于劳动争议的诉讼 第一个 它和仲裁的衔接问题 那么这里最典型的就是 劳动争议必须先仲裁再诉讼 好 往下来看具体问题 说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如果以五管辖权为由 对劳动争议案件不予受理 好 大家看 不受理 他说我没管辖权 当人起诉的 法院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第一个 那么法院认为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确实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的 那么他应当告知当事人 你去找有管辖权权的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就可以了 第二 相反 如果法院经审查认为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有管辖权 你又不受理的 告知当事人还去找仲裁机构 并要审查意见书面通知 仲裁机构 好 这么说 他是以五管辖权为由 不受理的两种情形 往来看 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以当事人申请仲裁事项 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 做出不受理书面决定的 那么好 此时当事人找法院 法院也是分两种情况处理 第一 法院认为属于劳动争议的 就直接受理了 因为那就属于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该受理不受理 那法院就直接管了 相反 虽然不是劳动争议案件 以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说的并没错 就不该他管 那么好 属于法院主管其他案件的 也应当依法受理 这两个细节大家关注一下 一个是说我没管辖权 一个是说是不属于劳动争议的 都分两种情况 最下面 关于劳动争议的当事人 那这里大家结合民宿法去看一下就好了 好 我们这里不再单独展开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关于劳动诉讼的管辖问题 我们这里也不展开 大家有时间看 没时间丢掉就可以了 至此啊 我们这边的劳动制度就讲完了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在劳动制度这里 我们总共分了这么几块 第一 劳动法的基本制度 比如说 休息休息制度啊 工作时长制度啊 妇女和微生员工的保护制度 像这一块我们简单知道就好 不做考试的要求 最最重要的是劳动合同制度 比如说劳动合同的类型 定理书面劳动合同的时间要求 劳动合同的内容 必备条款 可备条款 重点在三个可备条款 那里 再往后劳动合同的解除 与终止 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当中 重点关注经济补偿金的支付情形 和赔偿金的情况 再往后 我们又讲了关于派遣制 关于小时工等等 好 然后最后一块就是劳动争议的解决 重点在 仲裁 这是我们讲的劳动制度了 好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我们来到333页来看第二章 社会保险法 大家首先明确 社会保险法和我们前面讲的商法当中的保险法不一样 那边的保险是自愿买的 想买就买 不买拉倒 而这边的社会保险具有强制性 我们将来听说到某单位工作 单位上五险一斤 单位必须给劳动者上五险一斤 这个五险就我们说的社会保险了 它具有强制性 大家看下面标号一 目前某社会保险法有哪几类社会保险呢 第一个基本养老保险 第二个基本医疗保险 第三公少保险 第四失业保险 第五生育保险 那么基本就是保障公民啊 在特定情况下能从国家社会获得物质帮助这么一项权利 大家看下面绿色字体 劳动者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下面绿色字体 劳动者死亡之后 其医属依法享受医属 今天简单知道 好 我们说这一章并不是重点内容 在这边有可能不考 要考的话最多一道题目 另外也可能是一道题目中一两个选项 所以我们对大家在这边的要求就是 对五种社会保险熟悉就可以 有些小点简单记一下 并不做重要的 并不做重点的要求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 基本养老保险 大家看 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有以下五类 咱们简单了解一下 第一个职工 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就我们之前说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 那么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个人和单位两方都需要缴费 第二个灵活就业人员 比如说无故工的个体工商户 比如我们前面讲的小时工 单位也不帮小时工缴社保的 再比如说 其他灵活就业人员 他们也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但因为没有别人雇他 另外单位也没帮他交 所以他需要自己来缴纳 基本养老保险费 好 第三 农民 大家注意一个词 国家建立完善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由于在农村这边 他走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和我们讲的职工养老保险标准是不一样的 往下 城镇居民 有个词叫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另外 公务员他的相关养老保险 由国务院这边进行规定 这几个类型 大家并不需要去掌握它 这个是不考的 那下面我们说一点 就是我们默认讲的是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代表的 要下面不说 我们就默认讲的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了 因为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好 往下来看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大家注意 什么叫基金啊 也就是说 等年老退休之后 每个月给大家发的养老金 都是从这个基金中来支出的 这个基本养老保险金就是一个池子 一个叙事池 里面有充足的货币 到时候发给大家 大家看 这个基金的来源有三部分 一是个人缴费 二是单位缴费 三是政府补贴 哦 这个三个构成 我希望你掌握 三方面构成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基金 我们看一下单位缴纳的部分 具体的比例等等 肯定不考 这只让大家知道 呦 缴纳社保没坏处 大家看 单位啊 应该按照缴费的职工工资总额 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那这个比例多少 工资总共的16% 哎呦 这个比例还不低呢 看 个人缴费 那职工个人应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记住 个人账户 缴费比例为个人工资的8% 所以你可以看出 呦 这个基本养老保险不低呢 个人交工资的8% 单位交16% 合计24%了 所以各位你会发现了吗 也就是说 奖纳基本养老保险是耗单位羊毛的一个机会 因为单位交的比你个人多 大家注意 个人交的 记住个人账户 单位交的 记住统筹账户 个人账户是你自己的财富 而统筹账户的钱并不是你的 虽然等你退休之后 统筹账户的钱也会逐约给你发 但是并不是属于个人的 只有个人账户的钱才是个人的 你说 个人账户的钱能提前支取吗 不可以 下面绿子自己说了 不能提前支取 但是是给利息的 而且这个利息不低于定期的存款利息 还不征利息税 个人死亡时 个人账户余额是可以继承的 所以如果选项中这么说 说这个社会 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无论是单位缴费部分 还是个人缴费部分 都可以由他的继承继承 是错误的 仅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单位交的不能继承 好 翻过来看334页 国企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之前 市通缴费年限 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承担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付度时 政府急于补贴 所以看政府会补之前市通缴费的那一部分 另外你个资金 基金亏空了 政府也在给补贴 所以政府是我们讲社保基金的坚强后盾 这就是我们讲基金的三部分构成了 个人少部分 单位大部分 然后政府来后面给支持 往下来看 第三 基本养老金 大家注意 基本养老金是指的发给个人的 所以各位你看有几个词就很像了 养老保险费 这是我们讲交上去的 这叫费 然后另外交上去之后形成池子叫基金 另外发给个人的就叫养老金了 大家看 基本养老金 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统筹账户 就是我们说单位交的金是统筹账户 个人就是个人交的部分 两部分组成 往下来看 个人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 这个需要大家记住 第 达到法定的退休 年龄 比如常见的男60女55 第二 要求累计交费满15年 大家注意 退休加累计交费满15年 问题来了 如果达到退休年龄时 累计交费不满15年 该怎么办呢 大家看 圈儿这里 如果累计交费不满15年 可以交满至15年 然后按月领取养老金 或者圈儿像这里 那你如果不选择交满15年 那就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或者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就按照另外两个类型的标准 去领取养老金就可以了 所以各位一起说一遍 退休时没有交足15年 年总办 一交足 二退回到另外两种类型 最后 跟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 那么本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所以本人转移 交费年限累计计算 各位 你把累计计算画下来 社会人有种说法是不对的 说你那换地方工作了 跨统筹地区 那这个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 就是有没有满15年重新计算 是不对的 累计计算 但是基本养老金 应该是分段计算 统一支付的 因为不同地区 它的缴费标准可能不同 你的工资基数可能不同 虽然年限累计 但是金额会分段来算 好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 基本养老保险 来看第三 基本医疗保险 首先 基本医疗保险的分类 我们不管它 大家看 简单知道 包括职工参加 职工医疗保险 还有其他灵活就委员自己缴费 还有新农合 几个分类 简单知道 我们不管它了 直接来看第二个表格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缴纳 大家第一句话需要掌握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 也是双缴费的 单位交 个人也交 至于交费比例 不管它 你简单看一下 那么单位 应该按照职工工作总共的6% 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个人是按照自己工作的2%来交的 所以你看 还是单位交的比个人要多呀 简单知道 往下来看 第三 基本职 职工基本医疗费用的结算 这个不考 我们简单看一下就好 参加医保的人员 符合基本医疗保险 药品 目录 诊疗项目 医疗服务设施标准 以急诊 抢救医疗费用 那么可以在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所以大家大致会发现 哦 必须在目录营内的 我们经常讨论 这个药 在不在医保范围内呀 说的就是这个药品 在不在我们说的这个目录当中 如果不在 那可能就只能100%自费了 压力就比较大 另外我需要你注意一个词 急诊 因为我们讲除了药品 在目录之内 目录以内 以外 还需要你定点就医 要到你的医保 医院去就医 那我如果在外地旅游啊 突发兰尾炎 或突发某种疾病 那无法回到当地 定点就医怎么办呢 没关系 急诊 也是可以走医保的 所以大家注意 如果在外地就医啊 如果能挂急诊的 尽量挂急诊 这样的本地就可以去走医保了 简单知道 我们来看335页 括号4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不支付的医疗费用 这是关于基本医疗保险 我需要大家掌握的内容了 哪些医保是不管的呢 第一个 应当从工商保险基金用支付的 若是受到工商 优先去走工商保险基金 而不是去走个人的医保 第二个 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 比如是被第三人给打伤了 那此时第三人来支付医疗费用 第三人不支付 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先行支付 然后去找第三人追偿 这有个人道主义的原则在里面 第三 应当由公共卫生来负担的 各位比如说现在新冠疫情 新冠疫情 很多地方核算检测 包括打疫苗 这些都是公共医疗 公共卫生来负担的 不需要去走个人医保了 第四 境外就医的 这次想大家记住 医保不管的 看完医疗保险 来看第四 工伤保险 各位工伤保险 这边考的是最多的 第二考点 缴费主体不同 前面讲的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都是双缴费 单位交 个人也需要交 单位交的比个人多 共同负担的 而工伤保险则不同 它只有单位交 个人是不交的 好 所以这里是一个单缴费制度 只有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 个人不交 这很好理解 我给单位干活 给单位打工受伤了 我个人当然不应该负担相关的保险费用了 另外缴费标准 不可能考的 但你知道各行各业因为风险系数不同 所以它的工伤保险缴费标准是不一样的 好 往下来看 工伤的认定 大家看表格上面这句话 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质病 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其中经劳动能力鉴定 丧失劳动能力的享受伤残待遇 好 各位 你给我画四个字 工伤认定 如果大家为了从事实务方面的工作 你知道 一个劳动者的单位受伤了 或患于患质患病了 先做工伤认定 然后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它是一个重要的程序 好 下面大家看表格 应当认定工伤的情形 和翻过来 视同工伤的情形 这里大家简单看一下 我们不展开了 对大家实践中有用 但考试中考的是比较少的 翻过来 336页 扩号2 视同工伤情形当中 呆住一个小点 圈1 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突发 突发疾病死亡 或者在48小时内 经抢救无效死亡的 就这一点 实验中有的时候争议很大 比如一个劳动者 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 结果送于医院抢救 我们经常说 哎呀 面临生死的抉择 48小时之内死了 那么算单位的工伤 相反 如果熬过了48小时 第49小时死掉 那对不起 就不能视同为工伤了 大家就有个48小时的规定 社会当中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好 来看第三 不认定为工伤的情形 这就需要大家掌握了 哪些不认定工伤 第一个 故意犯罪的 第二 醉酒吸毒的 第三 自残 自杀 第四 职工 因工外出期间 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 指派外出学习 开会无关的 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的 不认定为工伤 也就是说和工作无关 好 这是我们讲 不认定工伤的四种情况 在选业中可能会出现了 往下来看 括号三 工伤保险费用的支付 大家看 他说 参保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 四个字 分别支付 有的在这边 有的是单位来支付的 有的是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 这点和前面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又不同 前面只要按照法律规定 缴纳了相关的 基本医疗保险费 基本养老保险费 那么相关费用 都是从基金中支付的 而工伤却是双支付 分别支付 有单位的 有工伤保险基金的 我们先来看 第一行 治疗期间 单位支付工伤期间的 工资福利 各位既然是工资 那肯定是单位付的 基金不会给你发工资的 好 看基金这边 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 康复费用 住院伙食的补助费 以及交通费 这就是工伤保险基金来支付的 第二行 今天 也是我们选项中 最迷惑人的一类了 大家看 这里 商残分等级 看左边 五级 六级商残职工 按月领取的 商残津贴单位来支付 而一到四级 商残职工 按月领取的商残津贴 由工商保险基金来支付 这是为什么呀 各位你要注意 一到四级 我们称为叫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既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就不可能再去单位上班了 所以 当然相关的商残津贴 由保险基金来支付 而相反 五级 六级 被称为叫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简直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意味着 依然可以上班 虽然既然在上班 那么相关的商残津贴 当然是由用人单位来支付了 好 各位 这个小考点 一起念叨一下 一到四级 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不能上班 所以 上残津贴 由工商保险进行支付 而五到六级 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是可以上班 所以由单位来支付 上残津贴 看 补助金 在终止解除劳动活动时 应当享受一次性的商残 就业补助金 哦 今天是就业补助金 鼓励他再就业的单位支付 而相反 一次性商残补助金 和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那么都是由工商保险基金 来支付的 另外 其他都是由基金来支付的 包括安装 配置 残疾辅助器具 所需的费用 生活不能自理的 相关的生活 护理费等等 所以各位 这两例啊 记下来有点难度 但你发现 它一个根本的原则在于什么 能上班的 和不能上班的 分开 凡是这个 经鉴定 发生供应劳动者 能上班的 相关的费用 都是单位支付的 包括什么 工资 包括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应该给他的 上残津贴 就五级和六级 包括应当领取的一次性 上残就业补助金 能上班的单位支付 不能上班的 相关的 都是由基金中去支付的 好 我来看 这个表格 下面黑帖字 为参保单位 职工发生 工伤时的处理 哎呀 他这边没有参加工伤保险 单位该缴费 没交 那怎么办呢 由用人单位来支付 就可以了 他说 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 工伤保险费 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上面表格 左边右边两列 本来是应该由单位支付 右边由工伤保险费支付 单位没交 所以左右两列合在一起 都由用人单位来承担 所以如果这个单位是负责任单位 而且有支付能力单位 如果劳动者发生工伤 并不因为他没有缴纳工伤保险费 而会导致劳动者的待遇有所降低 好 第二 用人单位不支付的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 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 去找该单位追偿 好 这我们讲 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情形了 好 往下 337 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情况 第一个 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 第二 拒不接受劳动能力坚定的 第三 拒绝治疗的 好 大家简单了解就可以了 往下 特殊请一下工伤保险责任的承担 各位这个特殊情况 我们只看第一行 劳务派遣制度当中 他说 职工在用工单位工作期间因工伤亡的 大家注意派遣职是在用工单位工作 派遣单位是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为什么呀 因为说派遣单位叫用人单位 他和劳动者定立了劳动合同 是劳动合同关系啊 而整个社保关系是依附于劳动合同关系的 所以由派遣单位来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好 甚至什么指派转报等等 不管他 好 往下来看第五个 失业保险 这个不重要 我们简单一过 首先失业保险是双缴费的单位和个人 都要缴纳失业保险费 好 缴费标准 单位 工作总额的2% 本人1% 交的并不是很高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三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条件 最大简单关注一下 第一个 要求在失业前 单位个人已经累计交费满一年了 相反 如果还没有累计交费满一年 是不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第二 非因本人意愿而中断就业的 哦 也说中断就业不是你自己要主动立志的 我要回家歇着了 因为我们这里不养懒人 各位你要记得前几年啊 有封辞职信在网上红了 哦 一个正中的女老师 她这么写的 世界很大 我想去看看 哇 写的非常有失意 失和远方 而不局限于眼前的苟且 而当时安琪老师看见 就给她写了个评论 呀 你是没办法领失业保险金的 因为她是因为个人意愿而主动中断就业的 不符合第二条件 第三 你进行失业登记 并且有求职要求 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才能够领失业保险金 大家看 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 那么根据缴费年限不同 领取的期限也是不同的 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 最长领12个月 满五年不足十年的最长领18个月 缴费十年以上的最长领 24个月也是两年 好 翻过来看 失业保险待遇 我们简单也看一下就好了 失业保险待遇并不高 标准不得低于成立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底线最低生活保障 一般也不高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这好理解 你不能让不上班的人领的比这个上班的最低工资标准还高 这说不过去 好 第六 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情形 重新就业的 服兵役的 移居境外的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没正当理由 拒不接受政府介绍的工作或者提供培训的 那么就不再享受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就不再享受失业保险金的领取了 好 第六个 生育保险 我们不管它了 因为目前生育保险正在搞改革 很多地方生育保险已经病入了 好 我们前面说的基本医疗保险 所以这里我们认为考考性不高 大家有时间看 没时间就可以丢掉 好 但你注意一点 事业 生育保险当中有个缴费主体 生育保险也是请单位缴纳 个人不缴纳的 以为它也是和工商保险一样 是单缴费的 好 其他的不管它 各位至此 咱们社会保险法讲完了 在这边我们稍微总结个考点 及缴费主体 有没有发现 五种社会保险 缴费主体 并不完全一样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 事业保险 这三个是双缴费的 单位交 个人要交 单位交的比个人多 而相反 工商保险 生育保险 单缴费 只单位交 个人不交 这点我需要你记住它 另外 每种保险的具体的规定 大家简单一过 就可以了 好 来到第三章 军人保险法 那么我们讲 这一章也不重要 我们说 多数时候不考 非常偶尔 才会考到 因为军人保险法 顾名思义 它主要是用军人 或者随军 未就位的配偶 而对于一般的 其他职业的人员 是不适用的 所以这边 我们讲 就不重要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军人保险的特点 这个也不需要掌握 看一眼就好 第一个 保证对象是特点人员 包括军人和随军 未就位的配偶 好 另外 遵循体现军人职业特点 与社会保险制度相衔接 和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相适应的原则 因为我说 每个人并不天生是军人 他总有入伍的过程 那也有退伍的时候 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军地衔接的问题 好 第三 全军的军人保险工作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人保险主管部门负责 简单知道就可以了 好 这是特点 第二个 军人保险的经办机构 这个不管它 往下来看 军人保险的险种 这也是我们会命题的地方了 也是简单过一下 好 第一个 叫做军人伤亡保险 首先来看 保费来源 伤亡保险所需的 资金 国家承担 个人是不承担的 因为你想 为国捐区 为国受伤 个人是不该缴纳的 往来看 保费的标准 大家看 有两行 第一行 军人因战因工 死亡的 按照认定的死亡性质 和相应的保险金标准 给付军人死亡保险金 各位 你把这个词课画起来 军人死亡保险金 好 第二行 因战因工 因病治残的 按照平均的残疾等级 和相应的保险金标准 给付军人残疾保险金 把这个词 军人残疾保险金 也画下来 所以会发现 领取有两种类型 也叫死亡保险金 也叫残疾保险金 往下 好 不认定为工商的情形 是近似的简单了解 好 往后来看 好 来看 括号四 退役后的工商 待遇 是一个军地衔接的问题了 他说已经平定残疾等级的 因战因工制裁的军人 退出现役 参加工作后 旧商复发的 你把旧商复发 画起来 他本身旧商 复发 但复发的时候 他已经不是军人 退役了呢 怎么办 没关系 他的地方上享受工商 待遇 就可以了 简单知道 好 这么讲的第一类军人伤亡保险 那么大家注意 他有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死亡的 二是治残的 那给的保险金的标准是不同的 好 来看 第二类军人保险 叫做退役养老保险 首先来看一个词 叫退役养老保险补助 三百四十页最上面提到 军人退出现役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国家给予退役养老保险的补助 那有同学问 为什么还给个补助啊 各位你知道 军人在服役期间 地方上他的户籍是注销的 那么地方上他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也转到军队上去了 而且他退役 那回到地方上 那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要回到地方上 那以后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那以后就用人单位来缴纳 个人缴纳就可以了 但问题是 服役期间 地方上没交 但是他的关系回到地方上 我们要求他的累计缴费年限 也要含服役期间的 那地方政府就觉得有压力了 你人回来了 但你过去没交过 要求我这边按照交费年限给你算进去 这部分钱谁出啊 地方政府不愿出 因为我们这边军人保险法就规定了 没关系 国家给予退养老保险补助 如果军人回去 不但关系回去了 钱也带回来了 地方政府不需要承担这部分的财政压力 就这意思了解就可以了 好 下面括号二 基本养老保险的军地衔接 各位直接看圈三就可以了 军人服现役年限 与入伍前退出现役后 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计算 各位画三个圈 圈一画在服现役年限 圈二画在入伍前 圈三画在退出现役后 大家看 我们前面讲 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 有这么两个条件 第一 达到退休年龄 第二 累积交费满15年 而对于退役的军人 累积交费满15年的底线 是三块合并计算的 入伍前 服现役加退伍后 合并计算 这是我们说的 关于退役养老保险 来看第三个 退役医疗保险 这里有个小考点 就是退役医疗保险费的 缴费主体 大家看 两类人不一样 第一类人 他说参加军人 退役医疗保险的军官 文职干部和市官 他说应当缴纳 军人退役医疗保险费 国家按照个人缴纳的 保险费的同等数额 给予补助 所以军官 文职干部和市官 个人交 然后国家给补助 而义务兵和供给制学员 他是不缴纳军人 退役医疗保险费的 国家按照规定标准 给补助就可以了 这两类怎么分 很简单 在部队上领工资的 个人有收入 所以个人就需要 交国家同等金额 给补助 而义务兵 供给制学员 不领工资 所以他们没有钱 所以他们就不需要 缴纳退役医疗保险费 这个缴费主体 比较特别 怎么领工资的 和不领工资的 往下也看一个 军地衔接问题 还是看圈三 军人服限役年限 视同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费的 缴费年限 与入伍前 退出限役后 参加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 缴费年限 合并计算 所以大家看 也是画三个圈 一画在服限役年限 二画的入伍前 三画在退出限役之后 和前面我们讲的 退役养老保险 是一致的 有三段合并计算 最后 随军未就业的 军人配偶保险 大家简单看一下 就可以了 国家为随军未就业的 军人配偶建立 两类保险 一个是养老保险 一个是医疗保险 大家注意 前面是随军未就业 不但随军还未就业 相反如果随军 他有工作 好 是并不保障 这两部分保险的 另外一个考点 双脚费 随军未就业的 军人配偶参加保险 那么个人是应当缴纳养老保险费 和医疗保险费的 国家给予相应的补助 也是双脚费的 好 各位 到此 咱们总结一下 关于军人保险 它的脚费主体 军人保险 我们讲了四类 第一个 军双 军人伤亡保险 国家交 个人不交 第二个 退役养老保险 我们说一个军地衔接问题 他退出现役的时候 国家给予 基本养老保险 补助 也说 在服现役期间 个人是不需要缴纳的 国家直接给补助 好 退役医疗保险 我们说 两番法 领工资的 向士官 向军官 文职干部 是个人交 国家给补助 不领工资的义务兵 供给制学员 仅国家交 个人不交 而随军未就义的配偶 他的 好 养老和医疗保险 双缴费 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考点 341 大家看 军人保险基金 绿色字体 大家简单看一下 军人保险基金 由这么三部分组成 一是 个人缴费 二是中央财政负担的 保险资金 第三 就是利息等收入 共同组成了 军人保险基金 其他的都不管他了 好 各位 我们这个板块 到此 结束了 通关旧选实战派 尽在瑞达教育 本课程学习服务热线 400-166-0360 索费